大家好 這段是要跟大家說明多國瑜影片 抽出多個音訊檔案 抽出多個字幕檔案 教你該如何確認 哪個才是 需要的 那個 軌道 圖文教學的這個網址貼在YouTube的 註解這邊 等一下就到這個頁面因為有一些圖片文字要參考 還有連結要點擊 那DVD的光碟片跟Bluet的光碟片 多多少少 大部分 多多少少都是那個多軌道 有的是音訊軌有的是那個字幕軌 他的軌道是比較多的 那尤其是熱門的電影有沒有 那絕對都是多國語 他的 音訊 軌道 非常的多 字幕軌道也非常的多 因為要給很多的那個 那個國家的人那個觀看 那使用軌道抽取器 所抽出來的檔案 有時候會一大堆 那參考一下這兩篇 抽出來的檔案一大堆 這個就是那個 密GUI的 軌道抽取器 就是針對那個 Blu-ray的部分 的軌道抽取器 那Fireindexer是 DVD跟 那個高晶片源或者是 電視轉入的 那個軌道分離器 抽取器 那有點不太一樣 那這個是 那個 NKV的 軌道抽取器 就是這個 參考一下這裡面的說明 那這兩篇可以 就是這一篇 這個 那這個是Fireindexer 的那個軌道抽取器 那前面的三張圖主要是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東西 抽出來的那些軌道抽取器 那些軌道抽取器 就是專門抽軌道 從那個 影片 或者是 檔案 ISO 光碟片 等等的 只要是那個影片的部分 然後將 軌道抽出來 成一個檔案 那我把它命名為軌道抽取器 那就是 那這些東西啊 那還有一個沒有拍到圖 那是常常大家執行的 Fireindexer 文件 收影器那個那個也是 軌道抽取器 那通常抽出來的一定會有軌道訊息 那前面是檔案的那個 跟影片檔 是同檔名的 那一定會有那個 軌道 第幾條軌道 那音訊軌跟字幕軌一定有語言 後面會補上哪個國家的語言 這個是 是這樣子的 那 只是 這段是跟大家講一下 那一些軌道抽取器有沒有 它的命名的方式 不太一樣 也就是說你使用Fireindexer 密具來的這個軌道抽取器嘛 這個軌道抽取器要 是做什麼用的 在前面的很多教學都可以看到這張圖 2021年我key了這個影音轉檔 都一定補上這張圖 會比較大家好理解 這個軌道概念 那軌道抽取器是做什麼用的 它就是在軌道分離 你要把軌道分離出來 才能做後續的 轉檔作業 它是用來做軌道分離的 那 這一段是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說那個命名不太一樣 並不是說所有的軌道抽取器 它的命名方式都是一樣的 那是不一樣的 都不一樣要注意一下 但是絕大部分 比如說像這個 它的軌道方式是使用Track 前面加了一個那個Track那個單字 然後它的語言是用 中括號空起來的 這不一樣的 每一種的軌道抽取器它的命名方式不一樣 但是在音訊軌跟字幕軌的方面 它一定會補上軌道 跟 語言 那為什麼要這樣子呢 主要是用來 識別啦 識別 那個 軌道 是什麼樣的軌道 比如說這個是英文的 字幕 然後再Track9 然後是使用這個副檔名 Sup 這是DVD的字幕 圖形式字幕 那像這樣子的話 第六條軌道 然後 中文 然後是AC屬意的 編碼格式 這是用來識別的 那這個9的之後你一定要看得懂 就是說影音轉檔你要去識別這些 名稱 就是說它的專有名詞 是做什麼用的 這個一定要知道 那接下來是關聯的部分 那參考一下這個 這篇裡面的 這個部分 副檔名關聯 那這個是要用來做識別 做 將那個 音訊檔的 M4A AAC或DTS AAC這一些的還有那個MP3 的那個音訊格式 與 那個影音播放器關聯 就參考一下這裡面的操作 這些 將它關聯就是這個 滑鼠右鍵 然後內容 這個地方變更一下 關聯一下 就是將這個MP4的這個副檔名 跟影音播放器關聯 這樣方便直接點擊打開 那就是 等一下要講的它是用來確認這個裡面是什麼內容 是這樣子 那等到你那個 就是說副檔名關聯之後 檔名前面的圖標會變更 那還有一個就是說那個這個地方 因為 使用密GUI或者是 影音轉檔 其他的影音轉檔 那個檔案會非常的多 那一般我們就是把它切成清單的方式 然後將副檔名顯示出來 這樣會比較好檢視 那在其他的教學我都有講 好像是用來檢視比較方便一點 要不然你使用這個 這些有沒有那個檔案超級的多那個 不太好檢視 你就使用清單 就是裡面的顯示副檔名跟 那個 切清單 參考一下這裡面的說明 好那接下來講一下那個音訊軌道 那這 其實最主要的還是中文 注意看一下這個中文 這個軌道的後面有沒有 CHINESE 有沒有 那個一堆啊 然後這是AC3 然後這邊又有 就說這個影片 這個不入瑞這一張 他有四個CHINESE 這個東西是這樣子的 呃 其實我們有分方言 跟區域用語 但是他全部用CHINESE 是這樣子 所以說我們要用那個影音播放器去確認一下 這個CHINESE他裡面是 國語 還是台語還是粵語 還是其他的那個 呃的那個用語這樣子 他全部都用CHINESE 那這樣子的話就不知道 就很難去區分嘛 所以說我們要用 影音播放器來確認一下哪個才是需要的 那個軌道 然後再進行封裝 這樣子 那這個部分就是參考一下剛才 的那個 那個副檔名關聯 的部分這裡 前面這裡 那你關聯好了之後你就可以直接點擊打開 那我這邊 這是因為我的習慣 我的習慣一直都是使用那個右鍵 右鍵的方式然後指定 開啟的檔案 這樣子用播放器開 這樣子 來聽看看裡面的內容 那這個部分是指你 透過那個密GUI將音訊軌轉換後 封裝前 是這樣子 就是透過這個音訊軌的這個地方轉換後將那些 音訊軌通通都轉換完完 完畢了 那接下來是要做封裝嘛在封裝前面 你就要確認一下 哪一些的軌道是你需要的 那你就聽聽看 第一個CHINESE就是這樣子 點擊開你直接點 但是我習慣用那個滑鼠右鍵的方式 聽看看 那這個地方有一個那個技巧 就比如說你是18分45秒 那你聽一段到19分45秒 他這邊會寫那個秒數啊就是聽一下 好 你聽一下然後大概是比如說這個是 粵語的部分啊廣東話的部分 好那換另外一個 要同樣的位置喔 你要指到同樣的位置 18分 45秒 那你再聽到19分45秒左右 你聽一下啊這個是國語 那我再打開另外一個 那也是同樣的位置 18分45嘛 這個 那你再聽一分鐘 左右啊這樣子聽一下他那個是什麼 那個發音 他是使用哪個 語言的在發音的 是這樣子 這樣聽 那到時候你封裝的話 你只要記住這個軌道比如說 第0條的這個 MP4 不是MP4 M4A 的這個中文他是國那個 國語先嘛比如說這條是國語 把國語先封裝進 到最前面 那第2條的音訊軌在封裝 越語 那第3條在封裝台語 是這個意思 你要做區分 好這樣子 那這段話主要是跟大家講一下這個 Chinese的部分 他將所有的方言跟區域用語 全部用 Chinese 你聽不出來 你不是聽不出來啊 你光看這個黨名你沒有辦法區分啊 所以說你要聽聽看 你把那個影片打開 然後再針對 某個軌道比如說第一個一定是 國語 那也可以講普通話 把它封裝在那個預設軌道 然後是在最前面 那第2條的話就是看你 看你是要封裝 粵語廣東話在第2條 那第3個 那個 譬如說有閩南話台語這樣子 在做這個區分這樣子 好是 這個軌道在封裝的時候 用來做 確認 這樣子 那這個 這就是我剛才講的這個 那主要是在這個 Chinese的部分 就是中文的部分有方言 那這邊大家就 參考一下 那語言的部分有沒有 你使用這個 NKV2O NICS 在做多軌道封裝的時候要特別留意一下那個預設軌道 這是第1個部分 那第2個部分就是 加上軌道註解 這2個部分 這樣子 那其實 你在封裝的時候不用像這個一樣 那個用一大堆 譬如說封裝成這麼一大堆 有沒有 它的音訊軌道一大堆 其實不太需要啦 就是那個中文 跟英文最多再補個英文這樣子 這樣子 這些就夠了 那譬如說像那個日本的動漫 你最多再補個日語 那 絕大部分譬如說你從那個資源網站下載的那個從那個BT 資源列表站下載的 那個日本的動畫 那 通常那個預設的那個軌道 聲音的部分你要用那個日文 不是日文 日語 日語發音 因為你使用那個英語或者是 配音啦 配音的部分你使用英語或者是國語 那聽起來非常奇怪 一般那個像那個日本的那個 那個動漫 或者是動畫 我這邊提出應該是日本動畫 漫跟畫那個 也可以啦 就是說 我停一下 好就是那個日本 動畫的那種的 卡通影片 我們是叫做卡通影片 這是卡通啊 是日本 那個動畫的話 一般是 那個用 就是說它的預設軌道是用日 語發音 好就是用日語就可以了 這樣子 因為你用其他人 國家的那個配音有沒有 即使是配中文或者是 英文啊 那聽起來都很奇怪 好這樣子 如果你有從這裡面的那個 比如說是那個 這裡面的那個BT資源網站 比如裡面的那個動漫花園 好下載的話 OK 動漫花園那個是香港人 香港那邊的人在開的 網站 有興趣的話就可以去那邊 找那個網站來下載 這樣子 好 你就可以明白我這個 這段話在講什麼意思 這樣子 那接下來那個 英訊軌在 抽出的時候 英訊軌就是只有兩個問題 這個要大家要知道一下 一個是那個軌道抽取器 抽出的時候無法解碼 那也就是說這個步驟 他在抽軌道抽出來的時候 有沒有 這個並不是轉換喔 現在指的是抽出軌道 他是將那個DVD的裡面的那個 來源 跟 光碟片裡面那個來源 他是把它解碼出來 抽出來 也就是說解碼這個步驟 經常有無法解碼的問題 就會卡住這樣子 那這是一個問題 那這個問題的話 有時候沒辦法處理啊 就是說 因為有那個 譬如說中文有沒有 他有好幾條軌道 如果說那個DTS的那個片源 不是片源 音源 他聲音的來源那個DTS 或者是有的地方是叫 TruHD 就是或者是TruHD的 那個2.0 TruHD有分那個 舊版跟新版 大概是那個 不入瑞的現在的那個部分 在抽軌道的時候經常 有無法解碼的問題 這是音訊軌道 第一個問題是 抽軌道的時候沒辦法解碼 這個要知道一下 那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多聲道 轉雙聲道會有小聲的問題 那這個地方要跟大家講一下什麼是聲道 就是喇叭 你可以把它理解喇叭 那我們一般戴的耳機 就是左右邊的那種叫做雙聲道 就是那個 覆蓋式的那種的耳機 那一般那個手機有沒有 只有單邊的 那個手機 手機的那個耳機有沒有有的是單邊 那個叫做單聲道 它只有一個聲道而已 就一個耳機 那雙聲道就是帶那個 那個 左右邊都有的 那種的耳機 那還有一種是喇叭的 那種都是左右邊的兩顆 一般我們買喇叭都是 兩顆 就是左邊跟右邊 放在 螢幕的左邊跟右邊 那個是雙聲道 那有一種是 包含就是你 椅子後面還 再加兩顆喇叭 或者是再加四顆 也就是說 那個是比較高級的 就是說你的前面有左右 左右邊也有然後後面還有兩顆 六聲道 甚至有到八顆的喇叭那個叫八聲道 那在轉換成雙聲道的時候 會有小聲的問題 那我這個地方我先講一下 我一般在轉的時候 那不要好我還是先講一下聲道這 什麼意思 這個東西跟 因為我們影音轉檔有沒有 幾乎都是在講這一塊 視訊軌的部分 包含我之前Key的那個教學 幾乎都是在處理視訊軌 因為視訊軌到他佔的容量超級的大 然後你 展容量你展的太兇有沒有 他的畫質就會變得很差 幾乎都是在討論那個視訊軌的轉換 音訊軌是 比較少討論的因為音訊軌是 就是解碼跟 小聲的問題 這樣子 這個地方的那個影像處理這一塊比較難 設定的就是視訊軌 那音訊軌是解碼這一塊 那接下來小聲的就是將多聲道轉雙聲道 音訊軌一般有沒有 都是轉那個 雙聲道 因為雙聲道他是斬能量斬最兇的 比如像這個有沒有 聲音他都已經到到 那個1GB像這一種的 1GB上下就是 Blu-ray的 DTS的那個音源 或者是叫做True HD 這種的 那AC3是DVD的格式 聲音的格式是AC3 但是現在用在MP4和MKV 電腦的也是OK 那現在也有用在 Blu-ray Blu-ray 只有兩種一個是 True HD的 那種DTS的音源 那一個是AC3 的格式 由 DVD延伸過來用的 那我們現在常見的 這個格式有沒有 那個叫做AAC AAC的格式是 視頻網站 還有MP4跟MKV 這個一定都是用AAC 大部分都用AAC 的格式 是這樣子 你會看到 就是說你打開那個影片 現在MP4跟MKV 音訊軌的部分 都是使用AAC的 有沒有AAC 格式 這樣子 那那個視頻站也是 大部分都AAC 那AC3也是OK 或者是MP3 現在的播放器都能解 都能解嘛 只是說 大部分現在的那個 都是看到AAC 那這些格式你要知道一下 那像Blu-ray的話就是 True HD跟AC3 DVD的是AC3 這樣子 好那你看一下那個容量超級的大 那AC3是一半 大概是 400多上下 那注意看一下 展 展到雙聲道剩下81 不到100MB 是這樣子 所以說我一般是 使用雙聲道 那在前面我有強調過就是影音轉檔是在做的 或什麼 是在展視訊軌的容量 是在展音訊軌的容量 是這樣子 那 音訊軌的話是雙聲道 也就是只剩下左邊跟右邊 這是最常見的 雙聲道 那也可以 它有很多的稱呼 或者是叫做2.0 Channels 是這樣子 就是兩個聲道 那我通常都是把它轉成雙聲道 好就是看這張圖 打開一下密GY 因為它是展最多容量的 然後其實聽起來根本沒有什麼差 因為我們一般都是用左右的那個 喇叭或耳機在聽 這樣子 我一般是這個 那這個就是 它還有一個名稱是 Stirio 這個也是雙聲道的意思 這樣子 這個 那如果真的沒有辦法的話那就是保持原來的聲道速 因為那個聲音變小聲不太好處理 那你就是 使用這個 Keep Original Channels 這個 這樣子 那我一般習慣是 轉成那個雙聲道 OK 這樣子 好那接下來還是繼續講一下那個聲道 那 這個小聲的問題我後來想一想 我後來去找了一些的關於那個聲音 的處理軟體 就是說它是專門在處理音訊轉檔的 因為 那個我們影音轉檔有沒有 影音轉檔幾乎都是在討論的是視訊軌的轉檔 因為這部分是比較難處理的容量很大 然後又影響到畫質 那音訊軌的話就是其實聽不太出來 那主要是那個 有的時候會有小聲或者是 絕大部分遇到現在的狀況是小聲 那聲音變得 特別的小這樣子 那 我去找了一個那個 這是比較 你知道現在是除了免費之外 是比較多人在用的 音訊轉檔 這個它可以將聲道的那個 聲道的單位叫做db 分貝 把它那個分貝提高 原則上就可以解決 是這樣子 那這部分我還沒有key啊 就說如果以後有key的話 或者是你自己先去 找看看然後使用這樣子 音訊轉檔的部分我還沒有key啊 因為那個 影音轉檔的部分是 還有蠻多要 那個要弄完的 因為影音轉檔就是這個 我經常在講的就是它每一個環節 它的環節很多啊 要那個個別處理 好 那影音轉檔後來想到是用那個 Odacity 這個 這套的那個工具 它是專門處理影音轉檔 將那個分貝數拉高就可以了 這樣子 那打開之後 聲道就在這裡 有六個 比如說這個是那個 六聲道的 12 3 456 它是這樣子 比如說像這個邊的有沒有它會將 這個聲道沒有聲音 那但是它這兩邊的聲道 跟這邊的 也就是左右兩邊 前方的兩個喇叭 左右側喇叭跟後面的喇叭 它使用的是 都是不一樣的聲道 是這樣子 好那 大概就這樣這個就是聲道 那這個時候是屬於那個到時候會 如果有key的話 這個工具的話 那大家再看參考看看 這是我後來想到就是說用這個工具來處理 將聲音的db 那個分貝把它提高 這樣就可以處理完了 好那這是那個 音訊軌的部分 那接下來就是要跟大家講一下關於多軌道的封裝 那一律使用 NKV2O Nix就對了 一個是 那個預設軌 比較好切換 那軌道註解比較容易 好那 這個 這個影片有沒有 我確定是這個沒有問題 就是你打開這個影片 不是一打開這個聲音 你馬上就聽到 這個聲音會特別的輕 清脆 那其他的前因子都不行 那聲音都變小聲了 這是我轉雙聲道之後 你看這個容量被我斬到剩下 81 這是雙聲道 那這是AC3的那個音源格式是400多 那dbd的格式 音源格式 2 HD 是非常的大的 1GB 非常大接近1GB 這個可以 那音格語訊的話聽就知道 只有第三軌道可以 其他都不行 一聽就知道 就是轉換Hot.m4a 你去聽看看就知道 那我現在打開 Nkv2onix Nkv2onix 那個影片 最開始的那個 那個軌道0 就是最前方的那個軌道 0 一定是視訊軌 就是 264這個 那接下來是 那個中文 就是國語的部分 那國語的部分就是我剛才找的這個 這樣子 那其他都不行了 就聽聲音就知道 然後 接下來是第三條 那個 英文的部分 這樣子 這音訊軌就OK了 那這個注意看一下這邊預設軌道這裡 它會自動把你打4 自動判定4 但是從這邊看就知道 那剛開始最開始加的那個音訊軌上去 它會變4 這樣子 那如果你要切換的話你這個地方先切4 它會自動把你換到另外一條軌道 那你再 再切4的話 它就4 然後這個地方可以切4回來 或者是切自動判定都可以 這樣子 那這個視訊軌的部分這個名稱註解就是影片來源 這個在前面的教學有講過 就是那個影片是哪個國家的 比如說 台灣嘛 或者是美國 日本 中國大陸 就是那個影片到底是哪個國家的 是這樣子 然後或者是那個南韓這樣子 這個是視訊軌的部分你可以記一下 那主要是音訊軌跟字幕軌 因為那個多軌道的時候 比較好識別那個音源 到底是什麼語 或者是什麼話 這樣子 那這個就是那個國語 或者是你敲 普通話也可以 音訊軌道這邊 音訊 Type類型音訊 AAC格式 AAC格式 那 這個 音聲音的部分一定是什麼什麼語 什麼什麼話 這樣子 OK 那接下來講一下字幕的那個狀況 字幕 那這個字幕一樣 其實 Chinese的 有沒有 就只有兩種了大部分兩種 一個是 繁體中文跟簡體中文 好這樣子 字幕 字幕的部分是那個時間軌 要特別注意而已 因為他那個有的那個 同樣的影片但是他有多了很多的字幕 不一樣 那你要確定 就是說你要把他打開看一下 哪個字幕是你需要的 有沒有這一大堆 那光那個英文有沒有 有好幾條 這樣子 那中文的部分就是 繁體中文跟 簡體中文 兩條 那你要確定一下是在哪個軌道 這樣子 那這個影片我忘了抽那個 我先停一下 我把簡體給抽出來了 啊也不用停了 就是直接從這邊按一下就好 好就是讓大家知道 那個看一下前面的教學就知道 抽一下 然後先確定一下他這個是哪一條軌道 呃這個是 我想一下 這個是多軌道 一個MPLS對應多個 那個 N2TS啊 所以說要從這邊開 那個 用另外一個 抽的 加入來源這個 我怎麼沒有抽到 簡體 簡體中文 我這張影片他沒有 簡體中文的字幕嗎 這不太可能 啊 還真的沒有簡體中文字幕 大概是香港最近不爽吧 所以說沒有做簡體中文字幕 因為這是那個港片 大概是不爽很久了吧 還真的沒有 怪怪的 因為一般的影片是 絕對會有那個 如果有做多國語的話 絕對一定有簡體中文的字幕 繁體還不一定有 但是絕對一定有 那大概是那邊 香港那邊不爽 就真的沒有 因為一般的影片有沒有 這是一定有的 就是說 那個影片他有做多國語的話 一定有 那個簡體中文 的字幕 有的那個不一定有繁體中文 但是這個一定有 因為這個我找的這個是那個 一個那個港片 那個 星野 周星馳的影片 好 那沒有關係啦 就知道一下這樣子就 知道一下就好 最主要就是我前面講的你要知道軌道 然後 那個語言 字幕鬼跟音訊鬼 音訊鬼跟字幕鬼一定是有軌道 跟語言 然後接下來是副檔名 你要識別一下 好那這是大部分的 那有一個東西 我在有一些的那個 好像是國外的 那個影片吧 然後他根本搞不清楚狀況 他把中文字搞的 協體字幕 我看了查林英道 好像是一個那個 我忘記不知道什麼片 他弄了一個那個協體字幕 他根本搞不清楚狀況 協體的只有那個 我們講的那個 那個英文啦或者是 西班牙葡萄牙那種的 阿兜阿的那個 他們那個字幕才有協體 我們中文字絕對 不能用協體 明白嗎 我們中文 我們的中文一定要正 一定是正的 正正 方方正正 是沒有在用協體那個 歪股七刀 沒有那個斜斜歪歪的 的那個狀況 沒有歪歪斜斜的狀況 這是中文字 我們中文字就是要特別 注意這一點 你在外面看的一些的那個 砍棒招牌 絕對沒有斜的 沒有斜的這種東西 這個是中文字的部分 那個因為我看了有一個 那個不知道是哪個國家給他弄的 弄那個 中文協體 根本搞不清楚狀況 這個中文我們一定是 非常注重那個正 方方正正一定要字要正 正 這樣子 字一定要正 好 沒有在歪歪斜斜的 這樣子 那這個地方就是 一個 這個地方就是一個心得 大家知道一下 就是說你看到那個斜體字幕 你也不要抽 就是我們沒有在用 就是說中文字我們沒有在斜的 歪歪斜斜是不可以的 是這樣子 那個是 他們那個國外的人在用的 就是 是 那個 英文啊 西班牙葡萄牙那些 意大利文啊 等等 好 那好幾條的字幕軌道該如何確認 哪個是你需要的 用這套軟體打開 這樣子 因為 就像前面的一樣 他打一個 CHI有沒有 那有的抽出來是前義詞 但是你不知道他是 反體中文還是簡體中文 那你可以使用這個工具 把它打開看看這樣子 把它那個 打開 用那個 subtitle Edit 這套工具 好這樣子把它打開 好一看就知道 好這個地方 然後點一下就知道那個 那這個地方有在上一篇的教學 還是上上一篇我忘記了 有跟大家講過這個 subtitle 的那個 因為這個畢竟是免費啊 他那個開發的人 好像是只有 幾隻貓而已啊 要弄得很好很困難 就是說還OK啦大家能用這樣就好 因為字幕的編輯軟體 還有別套 我記得總共有四套 除了這一套還有另外三套 那有的還要付費啊 這套是剛好免費這樣子 其實還OK啦 好就是 字幕最重要就是時間走嘛 時間走然後再對應到那個 字的部分 這樣子那個字幕一定就是時間走跟字嘛 那接下來就是那個特效字幕的部分 AAS S跟SSA 那個部分 好 好這個地方要知道一下那接下來就是那個要知道一下那個 鍵盤 的上面跟下面這兩個鍵 好就是時間走 上移跟下移 還有Paged Up Page Down 好這個要知道一下這樣會比較好檢視 直接敲 上移或下移 這樣子 或者是Page Up Page Down來看一下這樣子 那這個地方要注意一個東西我有寫在那個畫一個箭頭 那個這邊有一個那個 字幕圖像 留意一下字幕圖像這個 好那個指的是有幾張圖 的意思 就是有幾個是那個時間走的總數啊 或是你這邊拉下去有一個 680條時間走 然後這邊有個有沒有 680 那我現在開別的 讓大家看一下 開這個 1000多 因為這個應該是評論 評論 那我們要找那個大概是800 680條那個 要差不多的 那我記得是 9吧 9這個 那你在封裝的時候 就是剛才那條的那個中文的字幕軌 那接下來是 那個 第9號的那個 英文軌道 那其他的就好像不是 800多條 他這個是加了 就是說有加其他的東西啊 這個地方 最主要是跟大家講一下你要找那個 鬼那個 這個地方差不多的來進行封裝 這樣那個字幕才對得起來 因為有的好像是弄到評論吧 他的那個字幕軌非常多條 好這這段話是跟大家講一下這裡 好就 注意一下這裡 字幕圖像 那 sup sup 跟sup 這個字幕是屬於圖形式字幕 他不是文本 文字型字幕 這樣子 他這個是圖的 好這個也要知道一下 好那接下來這個也是一樣啊跟剛才的那個 音訊軌也一樣 就是說其實在封裝的時候你不用封 封裝一大堆啊 你可以直接封那個 繁體中文 簡體中文 英文 這樣大概就夠了 你不需要封裝到封裝到那麼多啊 有沒有 不需要封到 那個 其實看影片的就是說下載你影片在看的人 那個也就是 中文區的這一塊 那最多是在弄個英文這樣子 有沒有字幕的部分不用 其實不太需要封到那麼多啊 你要去確定一下 那個字幕軌就是我剛才使用那個sup title 去確定一下那個字幕啊確定是那一條 你要記一下軌道 這樣子 好這樣子 然後再補一個那個英文就夠了 那 日本 我這個地方又 又沒有封到 我等一下再改 就是日本的動畫片有沒有 那你再補一個那個日文的字幕 那日本的動畫片那個字幕 那也是使用中文啊 看是那個簡體中文還是繁體中文 也是使用中文 是這樣子 那最多是補個日文 因為有的人是要學那個學習啊 就是看影片學習這個英文 或是學習日文這樣子 你就再補兩個那個 軌道這樣子 好 好 那 NKV2NINX現在補上 字幕軌道 那這有順序的 視訊軌 加完之後再加音訊軌 然後再加字幕軌 是這樣 這有順序的 那字幕軌道剛才是 那個 第11條 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是那個 一般的那個多國語都有簡體中文啊 你再補那個簡體中文 那剛才是第9條 的英文 這個 這樣就可以了 軌道不用搞太多 那如果是那個日本的動畫片的話 那你再補一個那個日文 的字幕 這樣子 那字幕一定是什麼什麼文 這個是英語 補一下 那這個地方 那個繁體中文 那這個地方 這個字幕就是什麼什麼文 這樣子 英文 OK 那預設軌道 設成那個繁體中文 這個預設軌道就是 點擊影片打開 預設要播放的軌道 這個我在前面的三四篇的 教學都跟大家講 強調過 好OK 好這樣子然後再點擊一下開始合併就OK了 好這個部分就是大略的 最主要就是說要知道一下怎麼確認 那個 音訊軌跟字幕軌 哪個是你需要的 那就是要透過一些工具 這段就是說講解的有點長了那個 大家 聽聽看這樣子就可以了 那點擊一下這個 YouTube註解的顯示完整資訊 那有一個那個 贊助的連結 展開之後裡面有個斗內贊助連結 那大家可以點進去這個連結 那個 贊助一些資金給我 這樣子 謝謝大家 那你可以點擊一下訂閱按鈕 那個訂閱一下 那 見諒一下就是 那個 解說的有點長了 這樣子 那其實就是 圖文啦 看一下圖文 然後 實際上操作過 這樣子就可以了 那這個視頻就 聽聽看 謝謝大家耐心收看那麼長的 視頻說明 小明星 謝謝大家 喔 感谢观看